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举起来了 那不是近视炎的举个手 五个人 五六个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怎么样 近视炎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那么应该说 那么刚刚有一位同学你举了手 你没有戴眼镜 你是近视炎 那个我本来是近视炎 然后在大学期间做过那个准分子激光的手术 大学期间就做过 当时多少度 一个是400度 一个是500度 那么做的是什么手术方法 是Lasic 现在矫正实力多少 1.2吧 2个眼睛都是1.2 那么有的同学都近视炎做了手术 那么还有的同学 戴眼镜的蛮多 对吧 有两个方法的 一个是做手术 一个是戴眼镜 对吧 有没有戴阴眼镜的 角膜接触镜的有啊 女同学没有 很有的 那么还有戴角膜接触镜手术 就治疗的 那么看眼镜有两种 一种是外的眼镜 一种是角膜接触镜 一个是做手术 对吧 那我们今天看看 今天在座的这么多同学有近视炎 我们来看看近视炎的发病率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近视炎的发病率 就是近视炎在世界上 它的整个的发病率是占到人群中的22% 那么中国呢占到多少呢 31% 这个31%指这个整个人口 我们看中国学生近视炎的发病率 仅至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 那么也可能过几年我们就排名世界第一了 对吧 我们现在GDP也排名第二 近视炎发病率也排名第二 那么小学生的近视率是22.7% 初中生呢就达到55% 高中生达到81% 那么大学生达到多少 可能快到8% 90了是不是这样的 90了 那么同学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高中生就不达到81% 为什么中国总的近视率 就是31%呢 因为这里面就是 也就是说可能现在的成年人的发病率怎么样 比较低 那么像现在都普及教育了 那么越往后走这个近视炎的发病率 都到80%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国家的近视炎发病率 比较低80% 那这个比例太高 所以近视炎应该说要做一个病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第一眼病 那么第二个环境什么叫近视炎 我们刚刚就讨论了这么多近视炎的资料方法 我们也同学中也有起 什么叫近视炎呢 近视炎就是在炎的调节松弛的状态下 平行的光线 经过眼的趋光系统 取舍后所形成的焦点 在视网膜之前的一种趋光状态 这句话很拗口 是不是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解释方法 我讲给大家听一听 我们看这是一个眼球 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光线通过前面照进来 通过角膜 晶体 玻璃体到视网膜上 对吧 聚焦成一点 那么近视炎怎么怎么样 这个光线聚焦在视网膜前面 那就聚焦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远视炎呢 光线聚焦在视网膜 就后面聚焦在这个地方 大家听识了没有 那很简单 就是平行光线 经过眼的趋光以后 成像焦点在视网膜之前 那么就眼球怎么样 可能会变长了一种状态 那么这就是一个近视炎 这是一个正视炎的状态 近视炎就成交在之前 这就是一个近视炎的定义 我们讲到趋光力 需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角膜 我们把眼球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角膜 那么角膜的趋光力是多少 是43D 就在眼球的整个趋光力的 四分之三 那么第二个趋光力大的 就是晶体 会有红膜后面的晶体 那么晶体的趋光力是多少 晶体的趋光力是19左右 也就将占眼球趋光力的四分之一 那么两个趋光力加到一块 就是58到70左右之间 60左右的趋光力 那么这就是 那么由于他们两个的趋光力 才产生了趋光力的系统 那么第二个环节 我们刚刚讲了点 晶体的发病率 和它的趋光力 第二个我们要讨论 晶体炎 怎么会造成晶体炎的呢 为什么晶体炎的越来越多呢 是不是 那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这么多晶体炎 你们的父辈没有晶体炎的有多少 举手 蛮多的 也就像你们晶室了 你们的父母都不晶室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你们也晶室 你们父母也晶室了有多少 那么看来是一半对一半 是不是 那么首先我们要讲的 晶室炎是一个遗传隐屈 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对一个高度晶室来说 那么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那么这个中低度的晶室来说 它是一个多阴质的遗传 所以首先它有遗传因素在里面 这是一个遗传因素 因为晶室炎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目前已经被公认 特别对高度晶室呢 更是如此 高度晶室是一个 常染色体的一个隐性遗传 所以我们 刚刚你们同学举手的时候 就是你们父母晶室 你们也晶室 那这个里面如果是你高度的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但对一个中低度的晶室来说 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的遗传品 多因子的 那么是不是只有遗传因素呢 不是的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发育因素在里面 就是人在 小孩在发育的过程中间 生下来的时候 眼球是小的 对吧 所以小孩都表现为什么呀 远视野 然后在发育的过程中 眼球越长越快 越长越快 之后变成了正视野 如果研究再长得越快 这就变成什么 进视野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有一个发育因素在里面 但是呢 现在就是刚刚你们有一半的同学举手 你们的父母没有进视 你们出现了进视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啊 除掉发育因素以外 还有外界的因素 外因 我们看到就是外因以后呢 就是长时间的 近距离的工作 或学习 现在我们都知道 小孩从小学开始 学习任务就很宽重 是不是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一直在不停地在学习 那么这样近距离的工作以后呢 所以呢 近视野的发病例呢 也是越来越快 叫外界因素 就是近距离的工作以后 我们眼睛拼命的调节或击合 调节或击合以后呢 这个眼外界就搜索 眼外界搜索 就压迫这个眼球 给这个眼球一定的压力以后 这个眼球怎么样 会变怎么样 这个比如眼球啊 会变长 变长了以后就是近视野 对吧 我们刚刚讲了 一个是趋光力 还有眼球变长 眼球变长了 如果趋光力不增加 它增加在视网门怎么样 前面 就是这么一样的调节 所以外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近视野的病因 那么近视野 跟其他的病因分成哪两类呢 对近视野一般按趋光成分 会分成 足性近视 或趋光性的近视 所谓的足性近视很简单 这个眼球啊 变长了 这个眼珠变长了 那就眼球的前后近怎么样 变大了 那这个主要是一个外界怎么样 肌肉的压力 造成拱膜呢 逐渐的延长 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呢 叫趋光性的近视 那就是我们这个晶体 或角膜的趋光力怎么样 过强了 趋光指数的增加 那么眼珠是正常的 这叫趋光性的近视 那么临床上哪一种近视多见呢 足性近视多见 足性近视是多见的 那么我们按这个趋光的近视的程度来分呢 分成轻中重 轻度近视就是小于300度 中度近视就是300到600 大于600度就是高度近视 还有呢病理性近视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近视炎的症状 我们会提到 那么产生有了近视炎以后 有什么症状呢 是吧 那么它有什么症状 那么在座的同学 很多同学都有近视炎 你们谁能告诉我 你的症状是什么 在不戴近视炎 不戴眼睛胶正的情况下 它的症状是什么 老师 我是近视眼 我看东西的时候 看远是看不清楚的 要拿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然后呢 不戴眼睛的时候 别人都说眼睛看上去没有神 没有神 就是你看近 看清楚 看远 看不见 所以近视眼 近视眼清楚 告诉我们它的症状是 看近看得见 近视近视看近嘛 看远怎么样 看不见 所以这是近视眼的 一个常见的一个最常见的症状 看远看不见 那么戴眼镜是为了干什么 看远 矫正近视看黑板看得清楚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呢 近视眼的第一个症状是什么 事物模糊 这个事物模糊是指什么 看远看不见 是不是这样呢 我不戴眼睛 我看你们同学是这样 我看不清了 是吧 所以看到外面做一个一个一个 眼睛鼻子我全看不见了 所以那么因为我是三百度的青史 对吧 但是我长时间戴眼镜以后 我已经依赖了 我不戴眼镜 我看到你们眼睛嘴巴鼻子都没有了 那就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地方做一个轮廓 所以呢 这就是看远看不见 事物模糊 是指看远的事物模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叫事疲劳 同学问了 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事疲劳呢 对吧 这是因为 在低度者的时候呢 比较常见 那么为什么会事疲劳 就是调节 集合不一致所造成的 对吧 那么由于看近视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什么 不要调节 这个调节和集合的不协调 那么集合作用不能一致配合 那么就造成了 往往会引起 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时候 还会引起什么样 单眼注视 这单眼注视 这个叫事疲劳 那么刚刚我们讲 事物模糊来说呢 就是有的人问了 你是有的近视眼吗 他说我是的 你多少度 他说我0.2 这是不是度数 不是 近视眼的度数 是指你多少度的眼镜 几百度 是吧 两百度 三百度 0.1 0.2 这是什么 是四度 这个两个呢 在某一定程度下 指成正 并不完全对称 一般来说 低度的近视 三百度 以下的近视呢 一般来说 它的视力啊 可能会达到 甚至会达到 这个0.4 0.5 不要长期戴眼镜 依赖 因为我戴眼镜 依赖了 我拿来 我是有0.1 然后呢 如果你是 两波 两波度左右的近视 那么可能会更好 那么如果是 三百度以上的话 一般不会超过 0.1的视 但是他们这个 不成是对应的 看你的眼睛 有没有依赖 有的同学呢 上课戴眼镜 下课拿掉 打篮球甚至都不戴 它落眼视力会好 长期戴眼镜 会产生一个依赖 有没有要问我问题的 到底是戴眼镜好 还是不戴眼镜好 是不是这样呢 那这个问题 谁能告诉我 戴眼镜好 因为不戴眼镜 好像蛮好的嘛 它这个眼睛 没有依赖嘛 我平时都不戴了 这是看看素材戴的 那么一直戴的就去不掉 哪个更好 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 老师我觉得还是 戴眼镜比较好 因为我能看清的东西嘛 这样的话就是 平常就是 看不清的时候 会比较紧张 看不清比较紧张 对吧 你们看不清路都 前面的公共汽车都不知道 但是从那个近视眼的角度 近视眼发展的角度 是戴眼镜好 还是不戴眼镜好 戴眼镜好一点 就是戴眼镜就是能看清嘛 你能就是 什么问题能解决看见 然后而且就是 隐形眼镜和框架眼镜嘛 然后我觉得还是 框架眼镜好一点 你说戴眼镜好 其实我刚刚问的问题 请坐下 我刚刚的问题是说呢 就是对近视眼的发展来说 是戴眼镜发展的慢呢 还是不戴眼镜 因为有的 他觉得不戴眼镜 好像你的落眼势力好 是不是 一旦戴眼镜了就依赖了 其实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呢 戴眼镜 反而近视眼 因为他视皮脑比较小 对吧 调节看东西比较清楚 所以反而是近视眼的发展怎么样 可能会慢 但是这个呢 也缺少大样本的 一个训证医学的研究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讲 在临床表现的就是近视眼 不单单表现为 看视物某 因为视物某带个眼镜就清楚了 没问题了 那么近视眼 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在这个地方 它的眼底的病变 眼底的改变 我们看这几个近视眼的眼镜的改变 近视眼最常见的叫 爆纹样眼底 我们看这个眼底 这就是近视眼的改变 视度就扩大了 这个也是一个近视眼的改变 那这个也是一个高度近视 造成了什么 视网膜上烂了一个洞了 这个视网膜脱离了 所以高度近视眼 往往会长生什么样 视网膜脱离 发生率比较高 因为它眼球怎么样 越变越长 变长了这个视网膜 是变厚还是变薄 变薄弱了 视网膜变薄了 变薄了就容易破裂 那么就产生了视网膜脱离 所以这才是近视眼的危害 还有高度近视性防患病变 对吧 黄斑病变 视网膜脱离 那么眼底的病变 这些才是近视眼的可怕的地方 所以近视眼不单单是 戴护眼镜就能了失的 还有很多眼底的改变 那么我们讲了 前面讲了近视眼的 它的临床表现 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讨论 近视眼有哪些治疗方法 我们刚刚同学们一起讲过了 第一 有的人做了手术 对吧 有的人戴了框架眼镜 有的人戴了隐形眼镜 其实近视眼最早的 交正近视眼的方法就是戴眼镜 我们看这个戴眼镜 这个是一个近视眼 你看它戴了一个大平底子的眼镜 对吧 那这个眼镜 所以说现在这个玻璃的 制作的技术越来越好 这个眼镜怎么样 会越来越补 它的趋光力增加 所以现在你过去 你看这个高度近视 现在你看它戴了很薄的 不一定 它就不是高度近视 这个玻璃怎么样 这个镜片的趋光力怎么样 增加了 那有时候很高的近视 它看上去很薄 所以戴了一个 一个凹透镜来矫正 我们看这是一个图形 那么这个光线 经过这个以后 本来在乘向四望摩前 当戴了凹透镜以后 它一划散以后 就乘向在四望摩上 这就是一个戴一个凹透镜 所以第一 我们的治疗是什么 戴眼镜 戴一个凹透镜 像我们在座的同学 你们戴同学戴眼镜的 也蛮多的 那就我们戴的是凹透镜的眼镜 这是第一个治疗的方法 那么 因为现在呢 随着这个工作的性质不一样 那么有的人呢 是演员 或者演员人 有特殊的一个做工容 他不能戴一个框架眼镜 那怎么样 所以呢 又产生了一个叫接触镜 角膜接触镜 我们看这幅图就是 把这个眼镜呢 戴在角膜上 看这个眼镜戴了角膜接触镜 在这有的同学是戴角膜接触镜 是吧 戴了角膜接触镜 那角膜接触镜 它那个接触镜也有趋光力 依然可以矫正近视 但是由于这个框架眼镜 是跟眼球是不接触的 角膜接触镜是放在角膜上的 那么长期戴角膜接触镜 尽管这个接触镜越来越好 它的透氧性越来越高 因为我们第一节课 讲角膜的时候 我们再讲过 角膜的营养来自于什么地方 防水和空气 它要从空中摄取氧气 那你戴了一个接触镜以后 这个怎么样 接触镜就把空气或角膜割开来了 那么就会造成角膜的缺氧 角膜缺氧了以后 它有可能就长 吸尘血管 还有呢 你长期戴了以后 它会引起损伤 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水肿 角膜上皮的脱落 那么会造成一些角膜的炎症等等 所以这是这个角膜接触镜的 它的副作用 最引起的副作用 所以长期戴角膜接触镜 一定要注意角膜接触镜 对眼睛的损伤 那现在角膜则就这样 也越来越好 它的透氧性越来越高 含水量越来越高 那第三个呢 我们的治疗呢 就刚刚一个同学说 它是做手术的 对吧 那么做什么手术呢 近视线有怎么样的 进行手术的方法呢 我们还来看这个眼球 这是一个眼球 对吧 那么为了把这个眼球 我们刚刚知道 这个近视线有趋光性的 和足性的 足性的是眼球的竹怎么样 变长 那么能不能我们把这个竹 给它变短呢 能不能做得到 做不到 那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趋光力 这个光线呢 那么就会沉向到四网膜上 是不是 所以首先考虑 因为趋光力最大的是什么 是角膜 它的趋光力是多少 43D 所以呢 我们在角膜上做纹状 所以呢 最常见的手术 就是角膜在角膜上做的手术 那么刚刚这个同学做的 就是索分的激光 就在角膜上面 后面我们会直接介绍 一个一个的角膜手术 那么第二个手术呢 就是在晶体上做手术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晶体 我们在这个上面做手术 那么这个做手术呢 我们把这个晶体 可以把这个晶体近视线 可以把晶体怎么样 在晶体前面加一个晶体 叫透明晶体接入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晶体拿掉 再放一个人工晶体 小一点的晶体 那么它就没有晶视线了 所以可以把这个晶体 透明晶体拿掉 人工晶体 也可以这个晶体留着 在这个晶体前面放什么晶子 放透透晶还是放凹透晶 对 那么第三个我们能够做的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 用后骨膜加过 我们把这个眼球 防止它进一步的延长 后面把这个做个兜带 把这个骨膜兜住 不叫它延长 所以就是有三个手术 一个是角膜 一个是晶体 一个是后骨膜上 做纹上 那我们再一个一个 看它的手术 首先目前治疗晶视线 最常见的是角膜手术 那么我想问问看 多少同学 在做的晶视线的同学 多少同学听过 这个准分子激光手术 有没有人打算 做晶视线激光手术 距离过来 多少人听过这个手术 我再想知道 晶视线的同学 有多少人准备 做这个晶视线手术 你说 就是我不太敢做 这个角膜激光手术 是因为我觉得 第一是害怕手术 第二个可能是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 因为有一些 其他人反应 可能眼睛有点干 就是这两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把这个角膜手术 讲清楚 它的原理是什么 对吧 那么晶视线的手术 目前主要是激光的手术 就在激光上面 在角膜上面做手术 那么浑枕 就是在首先 那么最早的 晶视线的 在角膜上的手术 不是激光的 它是用刀片 把这个角膜怎么样 叫放射状的切开 最早的 那这个方法就在角膜上 切很多口子 那个角膜怎么样 变平了 它的去光率就 简弱了 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呢 是做准分子激光手术 它的手术呢 分为原位激光 角膜 切血素 叫Lasic 还有准分子激光 上皮下 角膜 膜香素 叫Lasic 一个叫Lasic 一个叫Lasic 两个都是激光 在角膜上 做手术 我们来往下看 那么先看 这个Lasic 它的手术适应症 是什么 它的适应症 首先是趋光度稳定 也就是说 近视不要再发展了 是不是 不然今天300度 做掉了没有了 明年又增加了 又变成出现100度200度 那不就白做了吗 所以要近视度稳定 因为要近视度稳定 就要年龄 要有一定的年龄 那一般来说呢 18岁以后 近视线就不再增加了 所以到18岁以后 那一般都放宽到 20岁左右 以后再做近视线的手术 那么当50岁以后 也就不要再做了 已经老花了 对吧 就不要再做了 那么它对角膜的厚度 也有要求 对角膜的 机制床的厚度 都有要求 有一系列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 同学们要去检查 我们来看这样一幅图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角膜 我们看 Lasic的手术 首先 大家看到这个动态没有 看到了 首先用一个刀 在上面 把一个角膜瓣 看这个瓣掀开来了 这个瓣被掀开了 然后掀开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瓣掀开了以后 然后我们在上面打激光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激光 这个激光就 打到这个角膜上面 把角膜磨削掉一块 是不是这样 磨削掉一块以后 把这个瓣再放回去 手术完成了 还有一个Lasic手术 那这个手术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用第一个酒精进去 然后呢 它用这个手术把这个瓣掀开 我们看 这个瓣被掀开了 掀开了以后 再打激光 那么打好了以后呢 然后它这个瓣呢 挥过进去 它们两个区别 就在瓣的制度上 瓣回去 瓣的制度上 不一样 这个瓣怎么样 更怎么样 更薄一些 这个瓣 它这个瓣就更薄 那这就是Lasic 和Lasic 那么Lasic呢 这个手术是用上皮刀切除 一个厚度说 就是60到80微米的 一个直径8到10毫米的 地的忽度为30的一个上皮瓣 对吧 那么 这就是一个Lasic 或Lasic手术 那Lasic手术 它的好处就是 手术过程中 没有四肢向的切开 角膜层 它是用酒精 地上去把这个 上皮层 脚膜上皮层掀开来 所以呢 这十一座时间的推移呢 这个瓣 或这个角膜之间 融合性很好 Lasic呢 是用这个刀转上去 把这个角膜四肢掀开来 那这个掀开来 实际上掌好了以后 以后永远有一个 隐形的猎蟹 存在着这个地方 这就是两个手术的 一个区别 那么 我们讲了角膜手术 现在还有非苗激光 大家可能也听过 非苗激光手术 就是它用 也同样用激光 来制作这个板 安全性就更高 那目前认为 整分子激光的 手术的成功率 在99%以上 一个事情要做到99%以上 是很不容易的 那成功率很高了 同时它的病化症呢 也越来越低 应该说是一个安全 有效的 一个治疗近视的 很好的方法 当然 我们要把这个试验证选好 你的角膜的 你的度数是多少 你的角膜的厚度是多少 是不是 你的近视 是不是还在发展中间 这些东西要掌握好以后 它是一个很好的手术方法 那么我们在讲近视炎治疗的 第二个手术 第二个手术呢 现在在逐渐的开展之间 这个不多的 刚刚我们这个同学 做了近视炎的手术 对吧 那么第二个手术 在晶体上做手术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听过上过 奔利藏这节课 我们奔利藏现在 是做什么手术 所以哪位同学告诉我 奔利藏做什么 白利藏的 现在治疗的主流手术是 超生乳化 晶体在 储家人工晶体植入术 好的 请坐下 我们讲过 奔利藏的手术 是什么 是用超生 超生波 有个探头进去 把那个晶体乳化掉 然后把晶体吸出来 然后再放一个 人工晶体进去 对吧 奔利藏它是一个病 那这个人呢 他首先 他视力下降了 对吧 那么近视眼呢 好多近视眼怎么样 他戴了眼镜 是能看得见的 他视力可能没有问题 特别是中度的近视 他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有一部分的高度近视眼 相当一部分高度近视眼 也是能够交证到正常的 那这样的人 去做晶体手术 我们要再强调一遍 甚至有神 对吧 因为毕竟是要把 比这个角膜手术来的要复杂 那这个手术是分两大类 一大类呢 叫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术 一类叫透明晶体栽畜 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是两类 透明晶体栽畜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我们那个奔利藏的手术怎么样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个是白内障 把它拿掉 这个是透明晶体 把它拿出来 是不是这样 那么里面都放了人工晶体 那这个手术呢 就是在很高度的近视眼的情况下在用 大部分呢 现在的目前流行的是 对这个手术就增加了 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术 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术 就是在这个晶体的前面 我再放一个晶体 是不是这样呢 再放一个晶体 是它趋光力 就得把这个眼镜怎么样 压缩掉 放在眼镜里面去 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手术它的安全性要求很高 对吧 你们当然了 有的医生认为 很多有眼科医生目前认为 虽然有晶体眼的人工晶体植入术 只有很多的优点 但来这个手术呢 仍然是近视远视闪光的 手向治疗方法 因为有近期眼的手术 它毕竟是手术的操作 对吧 那么它是复杂 很复杂 那当然了 对于高度近视 或者高度远视患者来说呢 这种手术方法呢 就是弥补了来这个手术 因为来这个手术超过1000度 它就不行了嘛 那么弥补了它的不足 两个手术是一个复补 不是一个复向的替代 对于高度的近视 很高度的近视 那么主纹的激光 我们就不能做了 因为这个角膜 不能无限制的变薄 角膜无限制的变薄 以后它就会怎么样 眼下作异 它变成圆对角膜 会突出来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放这个 人工晶体 就用有晶体眼的 人工晶体手术 对吧 那么当然 我们来看看 下面来看看 人工晶体的 这个手术的适应症 它同样要求 趋光稳定 就近视远视闪光也稳定 那么它呢 这个球径 这个度数怎么样 很大了 到2700度 闪光600度 是不是算 那所以它这个 范围怎么样 就是高度近视 它做的效果就很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就高度近视就很好 那么呢 它的年龄是20到50岁 一般20岁没有人做的 一般都比较年龄大的人 做的比较多一点 特别是透明晶体 宅除人工晶体植入 年龄一般更加大一些 晶体状态要好 前方的深度 大于2.8 角膜 内皮细胞的数量 大于2000 这两个比较专业的数字 为什么要放前方的深度 要深 因为我们在这个晶体前面 这是一个晶体 晶体前面又放了一个晶体的话 人工晶体的话 你这个深度要一定的厚 不然它有没有空间给你放 没有了 或者你碰到晶体了 或者你碰到角膜了 都不得了 是不是 都不能 所以前方的内皮细胞 那么是指 我们在讲角膜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 内皮细胞生下来以后 就怎么样 不能再生 不能增子 它的数量减少以后 就通过其他细胞的形态 变大了以后 来密布这个面积 是吧 当数量少了 那么做了之后 就不能做这个人工晶体 受入手术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有精力炎的人工晶体 手术 它是放在有两个 一类叫前方形的人工晶体 一类叫后方形的人工晶体 我们在第一阶课讲了 什么叫前方 什么叫后方 对吧 那么在角膜和红膜之间 这个空间叫什么 叫前方 晶体和红膜之间 这个空间呢 后方 那就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 这个是角膜 这个是瞳孔和红膜 这两个之间 我看到这个区叫什么 就是我这个拿掉的话 两个一起拿出来 这个拿掉 这个前面这个区 叫什么 前方 那么在这个红膜的后面 和晶体之间这个呢 叫后方 这叫前方和后方 那么这个晶体呢 就有两个 一个是放在这个前方 那就是放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这样呢 你看 这是角膜 这是红膜 是吧 那这是前方 那就注目的是 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前方 后方是放哪的 后方是放在 能不能放在后面 不行 只能放在这个区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本身的空间怎么样 小的 所以呢 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晶体要很薄很薄的 所以这个晶体有两种 前方性晶体 和后方性晶体 那么 我们先看前方性晶体 那么同样它要固定起来 它和我们本来这样讲的晶体不一样了 它这个晶体的角是过程过程形状 有着四个角的 有着这种形状的 它主要它便于固定 那这个和两户图呢 都是晶体放进去过以后的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晶体的形状 这个晶体被放进去了 这也是一个晶体的形状 这个晶体判在这 这两个都是什么样的晶体 前方性晶体 就能把这个眼睛晶片压缩的 放到里面去 这个前方性晶体 那么还有一个后方性的晶体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一个后方性的晶体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晶体的形状 它那个跟那个前方的晶体 晶体一样不一样 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那么它这个角的就更加短一些了 这个后方性的 那么放在什么地方呢 就放在这个地方 红膜后晶体前 对吧 那么就放在这个里面 在红膜后晶体前面这个位置 这就是后方性的一个晶体 后方性的晶体 那么这个手术 我们来看一个手术的一个一个示意图 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模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用一个 这是一个钻石刀 穿刺一个洞 然后呢 再穿刺两个 一个是固定孔 一个是孔呢 打进去一个什么 叫粘瘫剂 打了粘瘫剂以后 这个前方里面就有很多粘瘫剂在里面 这个操作就能保护眼泪的结构 然后用这个 穿支刀 再穿一个孔 这个孔呢 是能放晶体的 然后这个晶体是折叠性的晶体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晶体 哎 逐渐打进去 打进去了 这个晶体就怎么样 由于它有记忆功能就弹开了 慢慢的就弹开了 弹开了以后 这个晶体此时呢 还在前方性 然后 把它这个半 一个一个给它放到红膜后面 它就变成什么 后方性 好了 那么这个也放进去 那么这个呢 它的伴在后方后面 这就是一个后方性的晶体 手术就完成了 是这个手术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手术 还是很精细的一个过程 手术简单 但是呢 这个操作呢 要极其的精细 因为你一点点的手术的损伤 损伤了晶体了以后 就是什么了 外伤性本体脏 你损伤了正常晶体 就出现外伤性本体脏了 那就是 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近视眼胶正的第二种方法 还有近视眼胶正呢 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后拱膜加固 我们在这个眼球的后面 再套一层拱膜上去 我们把这个眼球再盖起来 就是研究后面呢 就最后面 你近视不但在增长嘛 这个延长嘛 我套一个兜带上去 那是不是就是意思说 叫你不要再延长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方法呢 它的治疗近视的作用不大 主要是防止近视怎么样 对 主要是防止近视的 逐渐逐渐的加深 对于进行性的近视 发展比较快的近视 它的效果是蛮好的 所以它的适应正是 成年人近视度数要大于800 那么每年进展要大于100 甚至大概200 300 就是对于进行的近视在用 它是进一步近视 适应近视的发展 主要是近视的发展的 那么青少年呢 近视要大于400 眼珠要大于25 每年进展也要大于100 就是它的强调是一个进展的 我们前面刚刚讲过一个 有近期眼的人工近期持入 或一个激光的手术 它们的前期是什么 虚光度是稳定的 这就是两个手术的复补性 虚光度稳定的 要不要做后膜加工 不要 虚光度逐渐增加的 能不能做近视眼的 来自一个或者有一个 今天才说 不能 为什么 今天500度 你治好了 明年变成600度了 700度了 你还有没有用啊 又是近视眼没有用 所以这两个是复补的 这就是一个 同时呢 它还要有明确的 遗传倾向的一个病理性近视 还有呢 后骨膜扑道肿 那么高度近视 半夜黄斑病变 眼睛病变者等等 也就是说 这种近视不但是它进行的比较快 同时又是有眼睛病变 是一个病理性的近视 我们才做这个手术 这个手术 它的复杂性 比那个前面的有近期持入 或通知激光 又来的难一点 所以 那么这个手术 一般来说 银床上 目前开展的并不是很多 但这对一些进行性的近视 目前它还是一种很好的手术的方法 但是后骨膜加工 为什么它能发挥作用呢 那目前认为它有三个作用 一个是机械作用 所谓的机械作用 就是你后面加了一个东西以后 它的后骨膜变厚了 是不是这样呢 你往后去的时候 被这个压力怎么样 拖住了 是不是 机械作用 第二个是因为 是能改善营养代谢的作用 因为 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医物 它是一个生活材料 它是一体骨膜 那么刺激大量的长什么 长新生血管 改善了后面的微循环 这是第二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呢 就是生活刺激源的作用 因为后骨膜加工 一个支入一个医物以后呢 机械地对它产生抗炎抗击反应 这种温和的反应 也有助于它的局部的修复重建 有助于拱膜 就是后骨膜加工 这个拱膜铺道中变厚 有助于它的 不要叫它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这就是后骨膜加工 所以我们现在讲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是后骨膜加工的手术步骤 这个手术步骤 我们就不继续去想它了 那么从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这个近视眼 对吧 近视眼分为株性近视 虚光性的近视 对吧 那我们的株性近视 它的症状是什么 视力的模糊 视疲劳 还有什么 眼睛改变 那我们近视眼的手术 需要是有三个部位 在进行做纹照 一个是什么 角膜 第二个呢 晶体 第三个呢 瘤膜 好 那么今天这个近视都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个近视眼在那个发展阶段 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好的 就是近视眼能不能进行预防 是吧 应该说近视眼是可以预防的 那么是我们刚刚讲了近视眼的发病 有几个因素 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遗传 遗传能不能预防 没办法 第二个是什么 发育 第三个是什么 外界的环境 外界的环境 包括我们正确的看书知识 有没有到外面就复外的活动 绝对有关系 随时可以预防的 一旦得到近视眼以后呢 我们要防止它的进一步加深 或者没有得到近视眼之前 我们首先要注意 正确的用眼卫生 看书要保持什么 多少距离啊 三十厘米以上的距离 这是要端正 不要在灯光很热的情况下 不要在颠簸的地方看书 每天 每次看了半个小时 到四十分钟的时候怎么样 要休息十分钟 那眼睛怎么样 有一个放松 有一个休息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问老师啊 我看近也是看 看远也是看 不都在看东西吗 不一样的 我们正常的人 看近的时候呢 眼睛是调节的 肌肉是紧张的 看远的时候呢 肌肉是松弛的 所以看近 所用的力量更大 它需要调节 看远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近的时候 觉得很累 你去玩一天 后面看看天上的大雁 看看你踢踢足球 你不觉得眼睛累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想用预防近视 和预防近视的进一步加深 我们要改变用眼卫生 改变看书的习惯 和休息的习惯 是有好处 现在也有一些治疗近视炎 预防近视炎的药物 使截状机 清楚地去麻痹状态下 防止截状机的受阻 好的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讲 那么这么多内容 就是近视炎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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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